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这里是在西安市的贝林区 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处工地啊 这个工地里面施工的项目就是西安人备受关注的西安太古里 也叫做西安小燕塔太古里 小燕塔太古里这个地方坐落于西安市贝林区 我站的这个地方是南烧门 也是西安比较繁华热闹的一个地方 带大家看一下 今天是2024年3月8号 三八妇女节 看一下西安小燕塔太古里的施工状态 西安的这个太古里好像是从去年的11月还是12月当时开工的 但是当时宣布开工之后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我来这块看了好几次了 工地上也没有什么人 但是今天来到这块看到跟之前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工地里面这边多了很多挖掘机 还有这个吊车 都是些施工的工具 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太古里是已经正式开工了啊 在这里挖了好大的一个坑 在网上看到说是先的太古里 他计划说是在2025年年底之前 好像就能够建成投放使用 就在明年了 全国第4座太古里 即北京 成都 上海之外 西安的太古里 据说西安的太古里还是国内最大的一座太古里 总的项目的 一般商用的面积 好像有25-6万平米 超级大 西安也是非常期待的 旁边就是小雁塔 不过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西安博乌院 就是这个原型的一个房顶 这个就是西安博乌院 西安小雁塔 里面景区风景挺漂亮的 大家来西安的话可以去里面逛一逛 这是一个混凝土灌车 在往工地里面运输材料呢 正在施工 哇塞 这块挖掘也挺多的 好几辆了 在西安这里投资100亿元 人民币打造的西安太古里 本来说是计划到今年都已经建成了 但是西安这个地下文物太多了 他这个当时考古都考察了两三年了 耽误了很长时间 如果没有考古的话 估计现在已经建成开放了 但是这个考古耽误时间 不过也没关系 再坚持一两年 到明年2025年 还是要到2065年 就能够见到大家了 西安太古里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距离西安小寨 中炉 城堂都非常近 太古里 据说里面都是卖一些高端的奢侈品的 成都的太古里我去过啊 北京和上海的太古里我倒是没有去过 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 但是如果西安的这个太古里也建成之后 来西安的朋友们 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逛了 就比较方便了 不用去其他城市 这块之前还有很多房子 不过现在全部都已经拆掉了 都成了一片废墟了 下面这里是先地铁二号线和五号线 两条地铁的交汇臭 交通也是非常的发达的 来这里很方便 中沟江车 坐地铁还是开车都可以到达 在哪里 下温和五号线 我下温和五号线 五号线 公里